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放掌 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 今天是2004年元月十日 星期六是我们义工聚餐的日子 那么往年我们没有办这个活动 今天是第一次 那么我们办这个活动 有的人就说不用啦 吃饭不用啦 跟他讲师父要开示 师父要开示好 所以大家要求法心切 佛弟子就比较不重视这个表象上的东西 吃啊住啊 这个都可以随缘 重要的是正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啊 叫做强烈的正念 我们要了生死 无量一节来就在这一念 您命中求生机的世界 也在这一个正念 达摩大师当时候心逢战乱 后来去闭关 出关以后他一直劝导人们 说不可轻视造恶的众生 造恶的众生在一念 为光返造 义得成就佛道 统统在一念之间 那么这一念 就叫做不惹正念 有智慧的正念 这一念就在这一念 那么 强烈的正念 正知正见正念 生死都在这一念之间 因此 我们平常 修学佛道 就是一直在修正错误的观念 趋向于正念 有了这一个正念 那么 临命中的时候 就移行这个正念 处理三界 简单讲 越聚着的人 越强烈地分别的人 灵命中 使得越痛苦 现在这一个正念提起来 平常学习放下 放下 重复的训练放下 灵命中 灵魂出来的时候 不会那么痛苦 这一念 平常就要听经文法 慢慢地训练 所以这个强烈的正念 是非常重要的 在阿含经的整部 阿含经的思想 四阿含的思想 一定谈到几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 不静 不静观 射身你这样观照 从头到尾 都是不静的 世间是苦的 世间是空的 世间是无常的 世间是无我的 无我的 生死都在一念之间 不管你以前 做任何的恶业 包括执着的善业 只要你一念的回光 烦照 就进入涅槃 诸法从本来 常至极灭相 一切法 从无量意解以来 到今天 没有一个时间 不是极灭的 我们因为忘直 一个我 妄想 看到外在的境界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 虚妄的执着 妄有一个设身 妄有一个境界 能所对立 就变成一个 虚妄的执着 简单讲 我们现在的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虚妄的执着 虚妄的分别 虚妄的颠倒 现在就是 但是 无常 就是道场 无常 当下 就是道场 换句话说 你想要 学习佛道 不能摆脱无常 无常 悟道 马上进入 不生不灭的 涅槃 就在这一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强烈的正念 强烈的正念 很重要的 阿罕经 无常 苦空 无我 不静 阿罕经 要讲到 无我 无我所有 既然没有一个我像 那么你所拥有的 外在的 洋房 汽车 大楼 庭院 都不是实在的 你不要有太强烈的国土观念 沙海变桑田 桑田变桑海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正念 那我们今天 来讲这个正念 它有多重要 我们先从 佛经里面 讲几个故事 直接了当地 来说 正念有多重要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提色的青年比丘 这个提色 年轻的比丘 在还没有出家以前 是个商人 他做生意 赚了很多钱 算是一个负商 可是内心 一直觉得很空虚 一直抓不到 人生的方向感 想要寻求到快乐 一刹那又消失 想要拼命地去赚钱 赚了很多钱 还是烦恼 后来他想说 据说有一个世尊 无上的宝物 这个宝物 智慧的宝物 要是一得到 就永远熄灭痛苦 我还是准备要修行 他就 这个提色的年轻比丘 他就把很大的财富 送给他的弟媳妇 他的弟弟 说这个送给你们 我要去出家 跟世尊出家 修行 就把财产 整个施舍出去 两手空空的 就跟着世尊出家 这个提色 年轻比丘 把这个财产送给他 这个弟媳妇 这个弟媳妇 怕 内心这样想 我这个财产 是从哥哥那个地方得到的 那有一天 他还属以后 还是会回来抢夺 我这个财产呢 你看这个弟媳妇的心 有多坏啊 财产给他 他还想说 要万一还属啊 可能还要来抢夺这些财富啊 因此啊 就买通杀手 买通了两个杀手 这两个杀手啊 就四处寻找 哎呀 据说啊 这个提色比丘啊 这哪个精色出家 很精进 结果这个两位杀手啊 就探听啊 找找找 又找到 哎 一看 这个就是提色比丘啊 哎 这个提色比丘 刚好在树下打坐 坐得很端正 这两个杀手就靠过去了 他就说 提色比丘 我今天啊 受人啊 知会啊 替人消灾 我们两个今天来 就是要取你的命 很抱歉 我们收了人家的钱 这个提色比丘啊 就说 我呀 对世尊的正法 已经有相当的成熟度 希望你再给我 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你来取我的命 这两位杀手啊 就跟他讲说 那我今天放你走 那你跑掉了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呢 提色比丘啊 想一想 好 那我就这样子嘛 他随手啊 捡起一块大石头 很大的石头 捡起来 就把自己的双腿啊 双腿啊 砸 坏掉 这双腿啊 打掉 骨折 不能走路 跟这两位杀手说 我这两腿已经不能走路了 你就放我一马 给我两天的时间 两天 哎呀 这两位杀手 就说 哎呀 那既然是一个残废的比丘嘛 也跑也跑不了啦 就好 再两天来啊 我取你的命 因为我们已经收了钱啊 不得不杀 哎呀 这个 提色比丘啊 提起正念 以无比强烈的正念 现前 开始观照无常 观照无常 从里到外 从外到里 观这个人生 观整个宇宙 无一处 不是在 撒那 撒那之间生灭 没有实体可得 观照一切法 是不净的 是苦 空 无常 无我 我们文书讲堂啊 也有一句啊 无常的句颂 叫做文书讲堂 无常观 主要要跟我念一句 回去好好的观 我念一句 你们就大声念 天是棺材盖 天是棺材盖 地是棺材底 地是棺材底 无论闯哪里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 总在棺材里 每天 背一背的时候啊 回去就很清凉 台湾话就说 你怎么没都在棺材里 没好 你不管怎样事业 做得再大 政治啊 这些领袖啊 不管是大艺术学家 这些 你就是要跑到棺材里面 一个不能免 天是棺材盖嘛 地是棺材底嘛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 好好的赶快觉悟啊 所以啊 诸位的求法的精神啊 我非常赞叹 这个T是年轻的比丘啊 推断掉 本来是很痛苦的 他以无比的正念 提起来 这苦慢慢消失 因为他其中 潜力的精神 关照 无我 无我所有 照见 五印皆空 世大无我 五印本空 以无比的战念 关照 充滑的一直关照 两天 第二天 正阿罗汉国 两天正阿罗汉国 阿弥陀佛 两天 阿罕经打开就这样 两天 哎呀 这两个杀手啊 到第二天来啊 取他的向上人头啊 你看 这个提示的比丘啊 不但没有痛苦 还充满着喜悦 哎呀 他比无比的这个庄严 无比的这个安详 自在 感动 非常的对这个 提示的比丘 那个无所恐惧的心态 非常安详的心态 庄严的外表 感动 哎呀 世尊的弟子 这么不简单啊 我要来取他的命 他明明知道 一点都不恐惧 就是强烈的正念 强烈的企图心 提示的比丘 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断烦恼 我一定要断拘卓 我一定要正阿罗汉国 他以无比的 强烈的正念勇气 两天正阿罗汉国 再做诸位 这阿罗汉国很难啊 要断剑施恶货啊 升剑边剑 剑几剑几剑几剑断参秤吃慢移啊 要这段建货88瓶 施货81瓶啊 才正阿罗汉国啊 两天 正念有多么重要 今天我们要来求生鸡的世界 比正阿罗汉国 那简单的太多了 简单的太多了 所以我告诉诸位 我们要以无比的重念 来观照这个世界的真相 彻底的放下 缘起的种种假象 内心充满法的喜悦 在一念之间 深信 切愿 求生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但是要按照世尊的教化 要有般若的正念 一定要拥有大智慧 再来 讲第二个故事 小学生嘛 喜欢听故事吧 讲第二个感人的阿罗汉故事 讲一个年轻的比丘阿罗汉 没什么稀奇 现在讲一个 又老又丑又生病的 他叫做苏纳长老尼 这个苏纳长老尼啊 还没有出家以前啊 嫁个老公 这个老公啊 每天打他 生了四个孩子 从小 都是这个苏纳长老尼啊 被出家钱啊 给他抚养长大的 这个老公啊 找死 都是这个 长老尼 给他抚养长大的 年轻渐渐长大了 自己没有能力赚钱啊 没有办法讨生活了 去投靠他的儿子 这儿子不孝顺 一天到晚武力他 哎呀 他这个恨啊 他内心里面充满着不满啊 对上苍啊 充满着抱怨啊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 后来去 投靠他的女儿 投靠他的女儿 第一次啊 还给饭吃 两次三次啊 他女儿受不了了 女儿说 我自己有孩子啊 我也要养啊 很苦啊 怎么样 后来他妈妈 来投靠他 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 他那种内心里面啊 就更加的痛苦 仇恨不满 这个事件 哎呀 这个 长老你啊 在未出家前啊 碰到这种逆境啊 谁都受不了 后来出去外面啊 有一餐 每一餐的 然后又把腿摔断了 变成残废 走路一拐一拐的 残废 又老 又丑 又残废 哎呀 他开始想到 据说啊 有一个世尊啊 很慈悲 非常慈悲 据说他那边有 长生不老的死药 叫做不日正念智慧 一得到这种 不日正念的智慧啊 就会长生不老 就不会死亡 哎 他想啊 我去试试看 哎 他就到一个金社去 出家 这金社一看 哇 你又老 又丑 又 又残废 我说你这个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个 这么老醜 生病 我们怎么照顾你呢 要说去去去去 又不给他剃肚 他又在外面哭 真的是苦不堪言 在家嘛 儿子不孝顺啊 那女儿要把他赶出去 要不跟着世尊出家 没人要收留他 哭哭哭哭 后来慢慢地走路走路 哎呀 在另一个金社去吧 走了好几个金社 没有人要收 后来到一个金社去 他就跟他讲 我一定遵守这里的戒规 我一定精进修行 可是没有人相信 因为他太老了 又残废 后来 那里面的负责人 就出来说 好啦 好吧 就给一次机会吧 就给这个苏 长老你 给一个机会吧 好 给你一个机会吧 哎呀 这个长老你非常欢喜啊 就开始 剃肚出家 这个剃肚出家以后啊 那些健康的人 很懒惰 健康的人常常想说 这个死亡还没轮到我 因为年纪又轻 又长得庄严 这些比丘尼啊 年纪轻又健康 每次在想到说 死亡还没有降临到我 可能不会是我吧 这个苏 长老你 火烧到屁股了 又老又丑 年纪又大 这个不拼完蛋了 就每天就非常精进 非常精进 精进 他每次都感慨 哎呀 我没有办法 到这个森林里面啊 来啊 惊醒 我每次啊 只能扶着墙壁走路啊 扶着墙壁走路 因为是残废嘛 老啊 丑啊 年纪到没气力啊 就扶着墙壁啊 沿路关照 开始关照 哎呀 缘起无自信啊 一切法无我 关照 世间啊 刹那变化无常 无常苦空无我 哎呀 整个色色不清静 生老病死苦不堪言 哎呀 这苏纳长老年啊 那些无比坚定的正面 我一定要正阿罗汉果 来 那些健康的人通通在睡觉 休息 就是这个老人家最精进 哎呀 扶着墙壁一直绕啊 一直关照啊 没办法打坐就坐在石头上啊 有一点高度啊 免得这个腿啊 在压伤 就关照啊 结果无比坚定的意志力 精进 关照 精进关照 一直一直关照 一直关照啊 慢慢慢慢进入禅定的状态 一向 开悟了 两个礼拜 正阿罗汉果 两个礼拜 我的天啊 两个礼拜哦 你想想看哦 修行不分男众女众哦 这个长老迷啊 那么丑 那么老 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说 哎呀 我啊 已经很老了 你不会比苏娜长老迷还老 你现在啊 比苏娜长老迷还健康 还健康 千万不要放弃 了生死的机会 老没关系 臭没关系 残废也没有关系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简单讲 修行就是要勇敢 你不怕死 生死魔就怕你 我们今天啊 要求生鸡肋世界 还不必断见识恶祸呢 只要你肯 深信佛语 深信佛语 再一念回光返照 深信不移 精进不屑 烦恼慢慢慢慢的降服 苏娜长老迷 彻悟的第一句话 他就说了 我多么地感谢我的先生 他抛弃我们 每天独打我 给我坚定的意志 我多么地感谢我的儿子 把我赶出来 我多么地感谢我的女儿 抛弃我 不养我 我多么地感谢 今天的病苦 让我知道世间 实在是唯苦无乐 我的内心充满着 现在我的内心充满着安详 我以无比的感恩的心 感恩这些给我 种种痛苦逆境的人 当他彻悟的时候 心态完全不同 没有出家前 没有开悟 正国以前 他是满腹的牢骚 抽势不满 怨天由人 等他到悟到的时候 发现 这些因缘 都是在成就我的 就在因恋之间 就在这因恋之间 转得过来 没有被卡死 世间人 这因恋 转不过来的呀 前几天 不是有报吗 一个年轻人 拿刀子去跟他女朋友谈判吗 谈判不成 一下子杀死四个 杀死三个 他自己跳楼 自杀 对不对 他的女朋友 现在重伤 送交互病房 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修行 了生时 统统在一念之间 转得过来 一直到你灵命中 你都会过着很安详 自在的日子 你都会过着无真的日子 因此啊 这个苏纳长老尼 就是记住 他的典范就是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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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放弃 不管你今天病得有多严重 不管你今天碰到多大的苦难 只要你能回光返照 阿弥陀 阿弥陀世尊 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诸佛世尊正道 诸法从本来 尝至极灭性 众生未见生灭 圣者未见不生灭 凡夫看到的 通通是生生灭灭 圣人看到的当体极空 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 无常 当下就是道场 你要面对这个现实 同时超越这个现实 所以不管我们年纪多大 通通不能放弃 求生极乐世界的正念 这个念头要非常的强烈 再来讲第三个故事 叫做盲人阿罗汉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修苦恨的尊者 一直非常的精进 后来有一天 修行太用功 眼睛瞎掉了 无缘无故 眼睛瞎掉了 他常常告诉人家 我眼盲 心不盲 我心有世尊的正法 他的关照力越来越强 因为盲人 所以他不攀岩 没有什么好游戏的 因为看不到 也没有什么好攀岩的 二六十中都一直在他的心地上 关照 不尽苦空 无常无我的真理 万法都在刹那之间生命 没有实体可得 这个盲人 一直关照 一直关照 后来正阿罗汉果 正阿罗汉果 大家都恭喜他 断烦恼 断执着 断见识恶祸 正阿罗汉果 都恭喜他 有一次 来佛陀的经社 那么来佛陀的经社 这旁边的弟子 就问世尊 说世尊 这个盲人阿罗汉 一何因缘 会眼睛瞎掉 为什么他又有 这么大的慈悲 这么强烈的重念 这个阿罗汉果 世尊就告诉他 说这个盲人阿罗汉 前世 是个医生 有一次 有一对母女 来求医 她的这个母女 这个母亲 眼睛瞎掉 看片的所有医生 都不会好 这个盲人啊 妇女啊 就带着她的女儿 来跟这个 前世的阿罗汉 求医 求这个医生 帮忙她 这个眼瞎的 这个妇女啊 就跟这个医生啊 发愿 所以啊 你只要把我的眼睛 医好 我呀 跟我的女儿啊 愿意 一生一世啊 来做你的仆人 奴婢 来服侍你 这个医生 说好 这医生呢 就开药 治疗一天 两天 吃吃吃 结果眼睛 亮了起来 医好了 结果怎么样 这妇女啊 带着女儿啊 跑了 不认账 不认账 怕她 做她的奴婢啊 这个医生就说 哎呀 不晓得了 为什么 可以跑了 后来啊 就据说 这一对母女啊 住在某一个村落 她就派人去问啊 说 哎呀 这个医生说 问 你妈妈的眼睛 好了没有啊 这妈妈告诉她 理由就说 有任何人来问啊 通通跟她讲 我没有好 她就跟她讲说 我妈妈没有好 哎 没有 因为怕去做 一生一世的奴婢啊 哎呀 这个讯息啊 传到这个医生啊 耳朵 这个医生很生气啊 说你啊 我们大家都讲好了 我帮你医好 你要做我 一生一世的 这个仆人奴婢 你这个不认账 这医生啊 就怀恨在心啊 就怀恨在心啊 哎 医生就 好 我有机会啊 就报复 哎 可是啊 都没有机会 哎 机会来了 有一次啊 这个 盲人的妇女医好了 算是眼明的妇女啊 感冒了 重感冒 前春的医术啊 就这个医生最厉害 寻遍了 医生通通没办法 又来找到这个医生了 哎 这个医生本来就恨这个妇女啊 说话不算书 这个机会来了 就下这个药 就下这个药 吃了 啊 你这个药给他 给你妈妈吃 啊 拿回去吃 吃了以后 眼睛瞎掉 又瞎掉了 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就很高兴了 抱了一件之仇 世尊告诉我们 这个阿罗汉 前世 就是 用毒药 下毒 把人家两个眼睛 弄瞎了 但是这个阿罗汉 前世 是个旧事的医生 本来也很有慈悲心 所以 今生今世 他 虽然 正阿罗汉 眼睛 一样是瞎掉 世尊告诉我们 从凡夫 一直到圣人 通通 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取代的 包括正阿罗汉国 也是没有例外 因果 比电脑更准 一点都逃不了的 世尊告诉弟子说 还好 今生今世跟我出家 他已经超越三界 否则 他当作第一 世尊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他发的是恶心 是恶心 我就是要让你眼睛失明 那今生今世 已经断尖尸祸了 不来三界了 超越三界了 叫做盲人 阿罗汉 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战战兢兢 这个因果的连锁反应 包括正阿罗汉国 都没办法逃得过的 所以今天诸位 你碰到任何的果报 任何的境界 任何的逆境 都不需要怨恨 不要牢骚 也不要怨天尤人 没有任何人给你的 自己招感而来的 再来 第四个故事 叫做苦恨尊者 这个苦恨尊者 很喜欢 照三间临下 三动修行 有一天 修行 精行 起关照心 关照不尽苦空 无常无我的真理 世尊的话 每一句话都印在心里 法能入心 然后背诵 世尊所讲的 教化的种种的语言 音声 想回想 世尊在怎么跟我们教化的 如法的观照修行 正阿罗汉国 正阿罗汉国 这种苦恨尊者 有一次 在山洞里面打坐 打坐的时候 坐坐坐坐 他一起身 一只毒蛇 一下子就咬到他 哎 这毒蛇啊 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因为天气太热了 他找到一个山洞 这个蛇啊 跑进山洞里面 阿罗汉 不知道 打坐 结果一转身啊 碰到这个蛇 这毒蛇 一口就咬住了 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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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